继续回到我们下半周的有民必达环节 欢迎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电话意思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email给我们 我身边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市务总监郭教授 郭教授早晨 早晨 不如和郭教授看看内地股市最新的表现 上升指数跌24点 去到2,203点 今日最低来说 亦正式跌穿了2,200点的水平 最低是见过2,183点 二户心300跌30点 报2,367点 深圳城市方面跌123点 本日来说收报在8,969点 不如都问一下郭教授的意见 见到A股方面表现真是一样 是否始终来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方面 好像没什么结论 三天的经济工作会议 其实真是没有惊喜 事实上来说 市场有点失望 最主要来说 打压楼房的政策就不会改变了 其实这个一早已经说了 减半个百分点的银行准备 现在不是代表他立即会放宽 楼市的调控手法 相反来说 这个暂时来说 是不会放手的 但是市场的 一般的理解就是 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因素 刺激的话 自然引来一些 失望的情绪 加上这几个礼拜 内地的政监 一直都在打老虎 即是一些 违规的人为的炒作 所以我们说的 庄家活动 是备受打压的 想做的事的人 当然不敢做 一方面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消息 至必引来一些不满情绪 或多或少都会导致 沽压逐游延 内地亦有股指期货 即是香港的期指 当然有些 对冲的活动 多少一定会有 做大伙的亦都趁机会 踩多一脚 所以令到 A股的走势 出之就出现了 整个沉底的格局 是一步一步的走 其实整个势头 大家都知道 已经是一步一步 逢关就破关的跌下去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看得这么淡 我觉得是未必的 因为我始终认为 内地的股市 没什么牛市和熊市 完全都是看政策 当你的下限风险 增大 或者 不安情绪 持续升温 导致一些 不理性的恐慌会出来的时间 中央亦都会比较关注 事实上可能现在已经打压了 甚至稍后 又会有些 措施 推出来 将市场的不稳情绪 就一掃而空 其实股市的升升跌跌 最重要都是看基本因素 如果整天都要这样 看你的政策要怎样推 看你的政策要怎样做 我才怎样做 其实就是 整个市 在政策主导之下 慢慢慢慢 就会偏离了一些基本因素 不过讲真 经济有下限的风险 这个 也是 很明显的 尤其是CPI的通胀 跌到4.2% 其实通胀跌是一件好事 通胀如果 跌得过急 就显示 物价下跌的速度 比预期中为快 可想而知 对消费者来说 可能是好事 但对营商环境来说 这就不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觉得 在年底 年底前 应该这么说 仍然有机会 再进一步 下调半个百分点 银行准备金 是不是 大家拭无以待 好 谢谢郭sir 我们稍后再和郭sir 探讨A姑的走势 这个时候听听王小姐的电话 是 早晨 是 早晨 我姓王小姐 我想问一问 关于1288 年价可不可以入 是 打算短线的 是 短线的 好 郭sir 在这么波动的市况下 银行股是否一个选择 龙可今天来说 做3.24 暂时跌6线 其实 不会当股市跌得比较明显的时间 总是有些资金 希望入市作一个 短炒的捕捉 的确 你由3.65 跌到现在这个水平 其实 其实幅度 虽然不是大得很紧 但始终有一定的吸引力 第一就是 中央如果下调半个百分点的 银行准备金 意味着有4000亿的资金 是释放出市场 当然是通过内银 不用说 变成内银 可以 在释放贷款方面 从而 提升了 利息的收入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 再说 龙行的这么多内银股当中 增长是最快的 40多个百分点 以现在8倍的市盈率 或者息率 少一点 只有2厘 其实还是比较吸引的 如果你纯粹短炒的话 3.04元 是一个星期来的低位 你记住 3.04元 是做个指示 初步 你可以先看上3.53元 这是一个短炒的 如果中线的话 你其实不需要介意 一毫多仙的反复 你可以慢慢部署 趁低级 或者分阶段慢慢买 不过纯粹短炒的 当然 订得指示位好些 输赢也是很小的 可以买的 没太大问题 好 谢谢郭先生 也很多谢王小姐你的电话 再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这位是李小姐 是 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早晨 早晨 我想问那位751创围 是 买不买得过 多少钱买入 好 好 创围数码 編号751 2.91 暂时跌超过3% 这一只LED方面的 产量方面 又可不可以做好些少 郭先生 其实电视机的销程 增长期高峰期 在家电下向的潮流大洞之下 曾经一度是相当修例的 不过高峰期我看已经过了 至于未来的增长点 就会放在3D的电视 其实3D电视 我曾经看过一次 我即管讲讲 有一次我进入内地 去看一间上市公司的厂房 回来 在深圳机场 下机 看上去电视机 其实不是很清晰的 好像有些东西跌出来 我说是这样的 原来它是一个 3D的电视机 当时我只是戴普通眼镜 可能在我的角度 刚好看上去 电视机有些东西 变出来 好像有东西跌出来 这么有趣的 原来 画像 真的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卖点 事实上来说 以一个这么新的产品 如果真的推出来 我觉得 在第1年或第2年的销程 一定是靓爆灯的 这点我仍然看得比较正面 看看创围 但是股价的表现 现在比较一样 不只是去测 其实整个零售的板块 都是一样 包括汽车工业 其他 你想想 付资产 或者是 资产价格持续疲弱 付财富效应 你怎么会走 那么大量的消费 或多或少 都会影响了 短期的表现 技术上来说 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低位 应该一个月的低位 是两个八毫半 现在 这个也是最后的防线 如果跌穿了 下一个技术上的支持位 真的要退手到两个半 整个形态 有少少逐步试低位的格局 你要小心 是可以买 但如果纯粹短炒 我认为暂时先看看 两个八毫四的支持 如果跌穿了的话 宁愿等到两个六四再买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谢谢郭老师 也很感谢李小姐来的电话 有其他的疑难也很欢迎 再打电话来 又或者传email给我们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问答华人节 不要走 我们下一次 电话 温暖 我们下一个 反正 车